今季即将来临许多大学准毕业生都开始在找寻工作 为此台北城市科技大学在昨天就举办了 2024前程万里势载必行的就业博览会 现场邀请了36家的优质企业 其中包含12家上市贵公司 释出了超过2000个职缺 现场更有餐饮集团开出最高50K的月薪 可以说是相当吸引人 而现场的学生是相当的踊跃 毕业季即将来临 许多大学准毕业生都开始准备找寻工作 为此台北城市科技大学昨天更举办2024 前程万里实在必行就业博览会 现场邀请36家优质的企业 其中包含了12家上市上柜公司 释出超过2000个职缺 现场更有餐饮集团开出最高50K的月薪 可说是相当吸引人 现场学生人潮相当踊跃 海内外实习已经十几年 学生的反应都很好 也包括我们业界对学生的一个人才的输出 业界都是深受好评 所以在疫情结束之后 学校这一次办理了实体的旧博会 就是希望能够让业界找到好的人才 让学生找到美好的将来 所以这一次的旧博会最特别的是 我们有36家厂商其中不乏上市柜公司 包括了12间的上市柜公司 王道银行等等都到学校来寻找他们所需要的人才 校长表示 城市科大务实推动学生赴企业实习一年 经由在校扎实训练 城市科大毕业生炙手可乐 这一次就业真才召集了超过12家以上的上市柜公司 有三商加购 金华国宾 汉来路易莎 全家国际餐饮集团的大户屋 销漏等等 除了金融科技 医美企业开出月薪在30k到40k之间之外 更有餐饮业者祭出50k的月薪 找寻内外厂的储备主管 推动校外实习 然后跟业界做接轨 那我们在推动的过程中 跟业界做很紧密的一个接触跟合作 所以业界缺人的声音我们确实听到了 所以我们在广邀的过程中 很快的时间我们就邀请了36家 其中刚校长有所提到的 有12家的上市柜 那我们是希望同学多来参与 多来参与美和 我是刚刚才到 然后就是有听说学校举办这个活动 然后我就想说来参观看看 就是也想说就是有邀请到哪些厂商 然后饭店来学校推广 然后就是等一下想说进去看一下 看有没有心意的 对 因为我是学烘焙 然后又是专攻面包 对所以想说想要看一下 有没有饭店面包布包店内厂之类的 我自己本身是就读观光科系毕业 然后我目前呢想要参加的是 深恒场扁税店的一个企业面试 对 然后因为我自己本身是相关科系的关系 所以我个人会对这方面比较有兴趣 活动现场由学生带了精彩的舞蹈表演 展现出城市科大充满活力的一面 学生表叙自己是学烹饪面包类 因此也很开心学校有引进这么多的企业 让他可以找寻有没有适合的工作机会 而另外还有观光科系的学生 也准备找寻机场的免税店来服务 而在就业不然会当中学生把握机会了解实际的工作状况 为职业生涯做准备 学生在校期间可以找到企业实习 而企业在参与人才培训的过程中 又可以量身打造符合需求的人才 达到学生、学校、企业三营的局面 记者是乱一淡水采访报道